哈喽大家好我是熊哥 今天我在祥安的马巷 然后找了一个酒店去吃一下那边的自助餐 午餐是88走 这边午餐是88一位晚餐是98一位 看完菜品我突然觉得好值啊 因为酒店的自助餐好像吃过好多家都不是很专业 而且挺不值得的 然后这边海鲜菜品都感觉非常多 话不多说还是先来个炒饭和和和 这个炒饭里面我浇了一点牛腩的汤汁非常香 接着就吃海鲜 一盘虾跟皮皮虾 昨天去菜市场买菜 皮皮虾你们知道多少钱一斤吗 98一斤把我惊呆了 今天我这一盘就能回本了 这虾还是很新鲜的 你看而且个头蛮大 然后味道是鲜中带了一点甜味 还有黄 还有黄 冲着这一盘皮皮虾今天这一顿就不亏 这皮皮皮虾真的很好吃 首先个头够大 然后味道是鲜中带了一点甜味 我打了这个粘料 但是都不用粘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皮皮虾现在会卖的那么贵 九十多块钱已经太夸张了 虾剥好了再吃 终于剥好了 这样吃虾太爽了 好 张鱼哥海螺 我是 这个是小八爪 很嫩 花螺 很新鲜 口感还很紧实 这个是古萝 我觉得都蛮好吃的 海螺去买的话也要几十块钱一斤了 这一盘是熟食 盐焗鸡卤肉 牛腩还有排骨 这里都是虾酒的好料 这盐焗鸡不错 这个非常入味 非常入味 好 好 还有现在的果汁 有西瓜汁跟青瓜汁 还有猪排 海力尖 这个是五香条 里面有肉 还有七七八八的东西 我不会做这个 猪排黑椒味的 有点牛排的感觉 挺好吃的 再来一盘皮皮虾 吃饱喝足了 这家店还是很不错的 还有很多的寿司 像甜点 我是吃不下了 叫做新衡大酒店 在祥安的马巷 如果不远的朋友 可以来试一下 那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咯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